菜啊 十字花科的食物 那十字花科食物 当然它就是 我们讲有排毒的作用 那另外一些深色的蔬菜啦 然后都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那有帮助 那我们讲的这营养素里面呢 像说这个海鲜 海鲜在这个 鲜鱼里面还有这个 也刚刚讲微量元素C 然后鲜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那个芦苏里面 还有这个刚刚讲 坚果类里面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 维生素E我们讲嘛 抗补孕的维生素 那对于这个怀孕 都是有帮助的 好 财老师这么健康 应该多 应该常吃这些食物 对不对 是啊 是啊 像我学生很多 他们都喜欢吃比较温 是不是吃一些温性的食物 有助于这个 是不是不能吃太寒啊 就是我们 对中医是讲说 这个子宫 其实要在温暖的 环境中才能孕育嘛 所以尽量少吃一些 冰冷含量刺激的东西 其实有帮助